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布走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异曲欢言让更多人听到并且喜欢他 而他也从网上的卡布变成了舞台上的周深 喜欢听他唱歌的人群也有了新的名字叫做生米 虽然他从网上走到了现实 真实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但是卡布的温暖和贴心从未改变 刚开始有粉丝来他的现场给他加油打气 送上T恤 粉丝想看他穿的照片 而周深真的就穿了自拍 并且发了微博 还很感慨地发上文字 谢谢你们大老远地过来送T恤 还要看我穿上 此后的几次每收到粉丝送的礼物 他都会发微博并且配文 谢谢你们 很快不愿让大家破费的周深 就只收信不收礼物了 偶尔的直播中呢 也是多次喊话大家 不要再送礼物 来听歌就好 2015年的生日 生米们签了一张契约送给了周深 表达风雨同舟 深情不移 一路相伴融相随 此后周深每年的生日 变成了生米的狂欢日 他在线直播给大家唱歌 一唱就是三个小时 唱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说 大家晚安吧 早休息哦 如果是生米都不会信这个人的鬼话的 毕竟看直播回放进度条 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是那个早就说了晚安 可是还是会给大家再唱一个小时的人 生米们在雨中穿着雨衣 拉着横幅为周深助阵 周深感动的落泪了 在多次采访当中 周深都有提到 这是让自己非常感动的事情 而觉得自己给大家太少了 不能够时时刻刻的给到大家关心 不能够每天都看到 只有好好的努力唱歌 拿出好的作品回报自己的生米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周深发歌非常多 唱了很多影视剧的OST 真的做到了以作品求生存的一个歌手 西安的音乐节 他因为少唱了一首歌 回到酒店 跪在床边用纸巾包着耳机 给生米们唱了一首歌 补偿给大家 生米们以周深的名义 捐赠爱心教室 为周深量身定制蓝金 而周深呢 只要场合许可 都会带着蓝金 带着这份情仪给大家唱歌 无论场合 不管是综艺节目当中 还是通告 主持人一Q他 他就会唱 有时候不Q他 他还主动要求 今天还没有给他们唱歌 就唱一下吧 每次的领奖台上呢 周深都会感谢自己的生米 和喜欢听他唱歌的歌迷朋友们 但他从来都是生米 我米 没有说过我的粉丝怎么样 周深多次表示 自己想要做个偶像歌手 可是呢生活中的他呀 又不像是个歌手 采访中呢 他会超大声的喊话 少管我 生米呢 马上就霸气地怼回去了 就要管 不管 不可能 他在微博和粉丝互怼 深夜水君 生米说 大哥娶我 周深谈话 你是快递吗 娶你 没有娶剑马呀 如果哪个米点燃了 他的小宇宙 就会直接喊 祖击手就位 周深在节目当中 和粉丝连线 当粉丝说 你现在太沙雕了 周深不舍得怼 一秒就变笑脸 信到在通告当中 要求把霸王堂 发给玩游戏失败的米啊 歌手这个舞台 是每一位歌手 都很看重的舞台 有比赛就会有输赢 可是周深在情人节 给大家唱了 愿得一人心 给大家唱了晚安曲 还说 如果不能到晚安 就唱给你听吧 还把不想睡 这一首一直给生米唱的 晚安曲 安排在了最后一场 可惜没有唱 不过后来呢 周深还是补录了 这首歌给大家 仪式感很强的呀 还是那个单纯 爱唱歌的少年 现在的周深作品很多 可是骨子里的暖 还是原来的卡布 周深每一场演唱会 都会安排一首特别的歌曲 安排一个特别的精细 虽然每一场的票子 都是秒光 可是这个人 总是在喊着票子卖不完 还记得一直喊票子卖不动的人呢 当时秒光的时候 吓得一天都不敢发博的名场面 期待今年的演唱会 我想去了 这个人一直喊话 大家不要送礼物 只收信不收礼物 写信也要写短一点 前几天周深抽奖 100名收米发辣椒粉 大晚上的上线 他只为研究怎么抽奖 真是可爱的不要不要的 看着下面一群粉丝宝宝 在好话自己 他抽了100名之后 忍不住又加抽了100名 对于收米啊 周深曾经说 粉丝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存在 毕竟自己给不了他们什么 只有唱歌 而对于粉丝来说呢 周深的歌声 就是最好的给予了 周深的粉丝 我觉得非常的正能量 周深的歌带给大家的 就是温暖和感动 而粉丝朋友们呢 也都在传递着正能量 他们的关系是相互支撑 相互依赖的 与其说偶像与粉丝 更像是一群 有着共同兴趣爱好 一起前行的小伙伴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定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